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也是因为过了少奶奶的生活养尊处优 不用为凡事操心 心态好 就自然更显年轻 而最令人羡慕的是吴婉芳的少奶奶生活 过得相当有品味 从她所住的豪宅的外形设计就可见一般 那绝非是一般富豪所住的豪宅 事前吴婉芳的小儿子胡志同因为居家健身 一不小心就把自己豪宅的内部给曝光而出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令人叹为观止 没错 这一次吴婉芳的豪宅被出卖 又是因为小儿子胡志同 之所以用又来形容 则是因为低调了多年的吴婉芳 除了偶尔在公众露脸外 且没有自己的社交账号 所以一般很少直击到她的家庭生活 不过其儿子胡志同却常常在社交网上大秀生活照 也从而曝光了其位于大坑的豪宅 从胡志同的日常生活照中可以发现 这处豪宅不但面积巨大 更是高达八层 每一层都装修十分豪华 且有着自己的用途 地面为停车场 一楼为花园 户外游泳池 余下六层为坊间和客厅 而顶楼则是空中花园客厅 如此豪宅可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 当然这一切也都是基于胡家华生前强悍的家族资产 包括2019年胡志同在英国参加健美先生比赛 赛后胡志同将一家四口的合照公开 和包括前几天她的妹妹还冷生日 胡志同又将全家齐居一堂的照片释出 蒋真也多得胡志同 蒋真也多亏胡志同 这才是让外界对胡婉芳的居家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 而这次胡志同则是将自己居家健身的照片晒出 本意上她是要展现自己健身的情况 不过大家的焦点都在了胡婉芳这套极具艺术感的豪宅上 现年52岁的胡婉芳三十多年前以港姐亚军的身份进入演艺圈 天生丽质的她得到特别关照 如张学友就公开认胡婉芳为干妹妹 更又传两人家族关系非同一般 胡婉芳的演艺生涯非常短暂 因剧艳参加势不低头被无限血仓 之后就在1993年嫁给了相恋青年的富商胡佳华 直到今天 当年知道胡婉芳嫁得很好 因为胡佳华是胡赵翅家族的成员 称得上是富三代了 据说胡佳华年轻的时候也爱玩 和许静亨等人是boy场上的玩家 不过婚后的胡佳华只钟情于一人 两人出伤入队 羡煞旁人 成为豪门生活中的一段佳话 2017年胡佳华在睡门中去世 吴婉芳的爱情童话破灭 送别王夫后吴婉芳闭门不出多时 状况令人担忧 索性三个小孩非常懂事 在他们的陪伴下 吴婉芳逐渐走出嗓服之痛 命运似乎也在怜惜这位美人 52岁的她也算是素颜出镜 也十分惊艳 要不是三个小孩站在身旁 还以为这是吴婉芳年轻时的照片 前段时间独王在殡仪馆摄灵 吴婉芳和女儿戴着口罩一同送别 在看不见容颜的情况下 母女外形更像是一对姐妹 事实上吴婉芳不是特别爱打扮 平时外出被拍到也紧紧化了淡妆 却掩饰不住美丽的外表 吸引路人的目光 在刚刚进入胡家时 吴婉芳过于接地气 总会被夫家纠正 他们希望胡家的儿媳妇 是一个美貌与气质并存的贵妇 现在她和公共婆婆关系良好 在丈夫病逝后成为胡家的形象代言人 简单聊一下胡赵赤家族 在旧香港时代并不算是什么大家族 但是家族的名望名气还是在外的 毕竟不是本地富豪 却是做进口生意还涉及到地产 在中环士丹利街的吉利大厦 就是家族所持有的 所以从家族第一代开始就生活富足 来到第二代 即是胡家华的父亲胡宝兴 他是知名律师行的创办人 专门承接李肇基这种大客户的案子来做 亦是李肇基地产公司的非纸董 所以胡家不只是富足了三代 更是富足了第四代 哪怕胡家华不及祖辈有建树 但是也足以令后代衣食无忧 明显家地不弱 吴婉芳遵享少奶奶生活27年也就不意外了 吴婉芳过少奶奶的生活 这是众人所知的 但着实没想到 这少奶奶的生活过得那么有品味 这从她所住的豪宅的外形设计 内部结构就可见一斑 而这一切就由她的二儿子胡志同 居家健身时展现出来了 香港豪宅何其多 毕竟富豪很多 但是这些豪宅大多在设计上都如出一辙 基本没有什么亮点可言 不过吴婉芳的独立豪宅就不同 不只是够大有空间感 设计还非常有艺术馆的味道 吴婉芳的这套豪宅位于香港跑马地大坑道 与传统豪宅只有三四层不同的是 这套豪宅高八层 总面积达1832平方米 其中楼上六层是居家场所 顶楼为空中花园 地面一层为停车场 另外一楼则是会所以及泳池 胡志同频频晒出场所就是豪宅中的一楼 远观这栋独立豪宅与周边的独立豪宅极为不同 采光设计非常好 整栋楼几乎都是以通透玻璃为装修 其中中间的部分最为特别 采用了不规则的设计 优如三块冰力堆叠在一起 白石看起来已经相当独特 而夜晚在室内灯光的照射下 显得灯火辉煌 优如一座阀光体 而因为整座豪宅的外观 都是以通透玻璃为主体设计 所以采光好 景观也好 别看只是六层楼高 但足以俯瞰香港景观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豪宅在2013年的时候 曾获得国际设计及建筑大奖 被形容为五星级的家 墙体采用了不规则设计呈现 如同兵力层层堆叠在一起 凸显五万方一家独特的艺术品味 内部则采用了木材和大量玻璃 来衬托白色的墙面与天花 高雅中不失贵气 简洁中又不失繁琐 可谓是艺术的大成品 除了外部设计出众极具艺术感外 内部装饰也非常有品味 内部装修则是选用了木材和玻璃 衬托白色的墙面与天花 显得高雅而简洁 在装饰上同样走艺术气质风 吴志同曾经在豪宅的某个角落拍照 给人以置身于艺术馆的感受 可见全家人的品味都很好 不过这么大的房子 如果只是吴婉芳同三个子女同处 或许还是略显空旷 也难怪吴志同一人就养了八只狗 变相来说 这也只能让整个家显得热闹一点 除了必要的电梯之外 亦是见到每一层中间都有楼梯相连 宽大的泳池不仅可以让狗狗玩得不亦乐乎 更是有着无敌景色 如此豪宅且占据了当地的最佳位置 按照今年的香港设价来说 价值超过4亿港币 即使是身价不菲 但吴婉芳好似对于谦的繁华并不在乎 这么多年不但绝技娱乐圈 更是鲜少出现在港媒的镜头中 安然地享受当下 过着那份舒适且自得的生活 如今52岁的吴婉芳依然美丽如往昔 根本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 没想到她不只是美丽 品味还这么好 住在这被形容为五星级的豪宅养尊处优 也难怪被形容为人生胜利组 美中不足的是 丈夫胡佳华离世太早 要不人生就更完美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